我们接着讲这个测序仪 然后呢 还有一种测序仪号称四代测序仪 那现在就是 草概念的人很多啊 做实事的人很少 这个所谓的四代测序仪叫什么呢 就是纳米孔测序 纳米孔测序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它基于的原理是 我现在有一个纳米孔 就是很小很小直径的一个孔道 上下都是溶液 所以我加一个电压的话中间有电流流过对不对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分子 从这个中间经过 我们知道生物分子 基本上都是什么不导电的对吧 什么DNA啊 什么这个 蛋白质啊 基本上都是不导电的 不导电的 进来之后会什么样啊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会阻挡电流对不对 阻挡电流呢 于是我们就会观察到这个电压 而不是这个电流值 会降低 是不是 假设我的这个电流 电流剂是够精确的话 就是会降低 那么 大一点的东西 经过的时候 会降低 所以说 每一种分子它的形状不一样 于是它经过的时候 电流 电流降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于是呢 当一个DNA的链 在经过的时候 ATGC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A 它会 降到 57到58匹安 这个样子 注意是匹安了 这个单位是匹安 P是10-12匹安 然后呢 C的话 大概是降到61匹安左右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 ATGC四种剪辑经过的时候 它的 这个 呃 然后呢 这个测试仪啊 长期以来 如果你们去看我的 网年的这个 这个测试的录像的话 你会看到 这个测试仪啊 从08年开始 已经很久了 到今年已经是10年了 其实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它才走出PPT 以前 一直把它叫做PPT测试仪 这家伙呢 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它就一个辣弥孔 然后你的一个DNA链 穿过去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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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测了 所以说它的体积可以做到一个U盘那么大 演 Step 10-10 所以他叫做这个 它的名字叫做 叫做Minion测序仪 但是呢 有个问题 它一次能够测多少个read出来呢 一个 那么我们按照分代的这个 测序仪分代的标准 我们应该把它分为第几代呀 一代测序仪 对了 当然了它有它的好处 最开始的时候 读长是500个剪辑啊 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多少了 已经可以做到20K以上 甚而至于说 它的极限读长 曾经到过100K 所以它可以连续读 很长很长很长的DNA 但是 不实用了 这玩意儿是吧 你要测你个人基因组 拿这玩意儿 我且不说它的错误率怎么样啊 以前它是说的 这个错误率是13% 其实现在 因为它已经把它做出来了 已经走出PPT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真实的知道它的错误率是多少 错误率是多少呢 20% 也就是错五个简积它就会错一个 这种结果反正 你们看着办吧 你们敢用 你们用 其实所有三代测序它都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很高的错误率 很高的错误率 那么 对于医学应用来讲 医学应用来讲的话 其实三代测序呢 不太实用 不太实用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二代和三代测序仪的一些基本的参数 我们可以看的 我们看的可以看的 就是 参数上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改善的 我们可以通过 通量 拼命的堆通量 把这一位给测康康 但是问题在于说什么呢 Hellisco破产了 就它通量还可以 力量很多 其他的力量都不行 你堆通量也堆不上去 对不对 所以 这么高的错误率 就导致什么呢 就很 就不好用了 然后呢 这么高的错误率 对算法的要求就很可谓 所以你计算代价就会很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医学常见的 应用的这种变异简出的要求 我们可以看一下 除了SMP分型 勉强可以用这两个设计仪 可以搞定以外 其他的这些 这些 应用需求 它所需要的 它所要求的 这个变异简出的 简出线 其实都 都低于测序仪的错误率 也就是说 错误率 比起它突变率来讲 还要高 那这个时候 你就真的分辨不出来 你测出来 这个地方有突变 是因为测序仪的错误的原因 还是因为它本来就有突变 是吧 你没有道理说用一把只有厘米精度的尺子去测量一个只有毫米的那么大小的一个东西 你没办法测试 所以说三代测序在医学性上是完全不现实的可以这样讲 那为什么三代测序的错误率这么高呢 我们就刚才说了 二代测序它都有PCR扩增的这一阶段 你别管它是挂在一个珠子上 还是说 这平板上 总而言之 它把一个代测分子 扩增成很多一模一样的分子 对吧 这个有好处 就是它有余余 但三代测序它是单分子测序 只有一个分子 没了就没了 那么在测序过程中间经常会出现一些事儿 比方说 有课误和常常 比方说这个 简记中有错误参入的时候吧 二代测序 你总不至于这么一大 这么一大处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分子在同一时刻 全都参入错误的简记吧 这是不太可能的对不对 但是三代测序没办法 错了就是错了 你根本搞不清楚 是错误参入 还是这一个简记本 就那样 还有过到中止 流体冲刷 被你造成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三代测序根本没办法去避免 比方说流体冲刷 我们加了一种简记之后 我们要把它洗掉吧 然后准备加下一个简记 对不对 你洗的时候 因为这都是非共产连接 非共产连接是什么意思 就比较弱嘛 流体冲刷 这个水流就把它冲走了 然后这一位 之后永远才不会有信号出来 没辙了 二点无所谓 你冲得几个就冲得几个吧 反正我有一大堆在这儿 所以说三代测序错误率 就是因为它没有容易 倒置的 因此这个原理 就决定了三代测序的错误率 不可能降到太平 大家总是寄希望于 技术的发展发展发展 可以把三代测序的错误率 降到二代 我告诉大家 没这个可能性 因为它是物理原理决定的 你没有容易 它就是容易错误 然后呢 读长 医学应用法的读长 根本用不到这么长 所以你三代测序的 这种长读长的 这个优势 也没有弄 速度 它也不比我们的 那个IOS5快 所以说 所有的这个 所有刚才的这样的分析 都说明了三代医学 三代是不适合医学用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去 被那些 就是 网上的一些文章 走过的 然后呢 现在中国跟美国 是吧 打贸易战 打贸易战的高性能医疗器械 和实验试剂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在 列在了这个 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名单里的 因此呢 现在整个中国的 测序界其实是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的 那我们 发现中国整个高科技界 有很多的东西 还是必须要 还是必须要 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然的话就会被别人卡脚脖子 而现在所有的测序机场上 全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次 从英国出来 但是都被美国公司买过去了 对现在都是美国的公司 美国跟中国 打贸易战之后 这个问题就 变得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就 很关系国产测序机怎么样 像中国呢 从来不怕能忍的 早在09年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 就是北京基因组所和北京半导 就是中科院北京半导体所 联合做了一个BG14型测序机 它是山寨的454测序机 你说山寨吧 其实我告诉大家 山寨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能力 甚至比原阳还要厉害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山寨是在别人不告诉你 具体细节的情况之下 你要进行破解 你要反向工程破解 并且你还没有人家 那么高的工艺技术的情况之下 你要能够把这个机器 要重新自己做出来 还要达到很高的性能 那这个往往需要比原研 更厉害的技术能力 所以说山寨是一个 山寨并不可耻 山寨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必经之路 像德国之间 曾经都是落后国家 但是他们都是靠着山寨 发芽 到现在为止 技术都是世界领先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中科院山寨的这个454 性能怎么样 对比 同时期的454测试仪 当时454测试仪是0.12兆日子 然后B74是0.15兆 给它强是吧 然后呢 B74的测试仪当时的这个 这个赌场 就也能够超过454 然后呢 错误率 B74低到已经测不到的程度 低到测不到的程度 所以说在所有的这个指标 技术指标上面全面超越了他所删在的原型 所以你说 厉不厉害 还是蛮厉害的是吧 中国还是有能量的人的 但是 反正还是还是发了一篇文章 然后但是呢 它是什么 它是中国政府主导的一个科研项目 所以 就到此为止没有人后了 这是所有中国政府主导项目的通病 几乎是无一例外 为什么呢 中逢院是什么地方 是黄粮的地方对吧 吃完这个黄粮之后 没有 如果没有接下去 这个项目没有接着拨钱的话 大家才不管嘛 中逢院的评价指标是什么 你发多少文章是吧 这玩意已经发了文章了 OK 大家皆大欢喜了 然后最后组织一下专家验收 一看 这些指标也不是吹出来的 也是实际做出来的是吧 专家一看没问题 这个事业先进 OK 大家啪啪啪 一股仗 然后就散了 然后没有人后 所以这是中国 中国这个科技界的一个通病 可以这样讲 你看美国 科学为什么那么厉害 或者说整个技术 技术领域为什么这么厉害 你看哪个测试仪式 是什么哈佛大学 斯坦福研发的 有没有 没见过吧 只有一个什么呢 Helikos那个测试仪 是哈佛吧 我记得好像是哈佛大学 2004年的时候 那个实验室 研制出来一个原型 OK 最后反正倒闭了 而且人家也只是原型 在那个实验室里面研发 后来真正的产业化 还是出来注册个公司 然后总公司搞 所以你看 其实像这样的例子很多的 如果一个国家 他想要真正的把一个技术发展起来 发展到兴旺发达的话 绝对绝对不能靠 国家 绝对不能靠 这个科研经费 绝对不能靠 高校科研认所 这是没有希望的 你只有把它放到市场上去 让接受市场的洗礼 才会有这个动力 因为为什么 你不做好 你不做到市场上最好 就没有人买你的 没有人给你钱 然后你就活不下去 人都是这样的 在有死亡威胁的时候 你就能够爆发出 最大的这个能量来 当年这个二战的时候 诺曼里登陆之前 英在那个登陆前四十天 一个英军连队收到了一个任务 说四十天之内 必须把德语说得非常的六 要能够没有口音 说到没有口音的程度 为什么 他们要把他们空投到 这个德军防线的后面 进行破写活动 要知道他在敌后 如果被敌人发现 那会死得很惨的 对不对 德语很难学的 这个我是学过的 那真的挺难的 大家不信的可以去试试看 但是四十天之后 这个英军连队几百人 每个人都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至少日常会话没有问题 为什么 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的德语不地道 就是此 所以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你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 好 那么中国有没有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搞色域呢 有 深圳 又是深圳的东西 所以深圳这个地方 还是很有福利的 有一个公司叫华英康 它是删在了什么 我们刚才没有讲的 一个solid的系统 这个系统其实早就被淘汰了 早就淘汰了 那么它删在了 这个华英康就删在了solid的系统 但性能会差很多了 但没有关系 一般来讲 从零到一是最难的 你一旦有了一之后 然后可以发展第二万 第三万 第四万 你可以往上提升 但是 又有一个问题 这个公司也是国家投钱的 它虽然是一个公司 但是呢 它的这个掌门人是一个千人计划的专家 大家知道千人计划现在在市面上面 这个口碑都不太好 是吧 国家给了它五千万 让它搞这个公司 搞了几台样机出来之后 然后 第一年搞出来了 这个P-Star Q-Plus 第一年搞出来 好 那个时候我刚刚回国 我想我们实验室买一台 打电话没人接 发邮件没人回 我说你是想卖还是不想卖 然后他还在公开的媒体上说 第一年的时候 要在一二年底的时候 我们要发布这个单分子测语议 显然他们也没有兑现 所以说你看了 国家投钱的 这么个 这个项目准不成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第三种 这个国产测语议 其实刚才有一种国家测语议 就是汉海基因的那个测语议 由于它是完全按照原来的 这个Helikos测语议来做的 而且性能还做得没那么好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不讲吧 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 目前可以说是唯一有实用价值的 国产测语议 它从最开始的 实际上是美国一个公司叫 Complice GeoMing CG这个公司 它呢 其实说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 二类测语 它是要把很多很多的测语反应 平行的来进行 所以它一个要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分散 如何把每一个测语单元要分散 用Emotion的方法 用微风板的方法 用这个 用一块基板等等 这样的方法都是分散 然后呢 这个CG公司 它是用纳米球来进行分散 OK 这个好说 然后呢 它的测语方式是连接法测语 连接法测语 好 这个是我们说 这是Adapter 就是接头训 然后这是代测语 然后它用这个 它用这个中间还有荧光的 这个旁边都是N的 这样的一种探针 去进行连接 但是这种连接反应是很慢的 并且呢 由于 它怎么接着往前面读呢 它是靠后面的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Anchor 这个序列 越来越长的Anchor序列 于是就可以把前面这个探针的部分 往前推 但是 这个Anchor序列 它也是核酸 对不对 也是核酸序列 当它太长的时候 这个连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所以 这个CG测语仪的这个赌场 从来没有超过过50 那么前面三十几个剪辑 相对没有靠谱 后面也都不靠谱了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啊 注定没有前途的 所以呢 后来13年的时候 后来13年的时候 华大把这个公司给买下来了 因为没前途嘛 然后美国政府就 像伊路密拉美国政府 绝对不卖了 这个公司人家看这个公司赶紧脱手啊 脱手还能够 现在有冤大头来买 赶紧脱手还可以敲它一页 华大把它买过来之后 按照他的这个方式 去做了一台原理军出来 哎呀 大呼被坑了 但是中国还是有能力 我们把它改一下嘛 对不对 你说把它原理给改 这事儿其实大家也能做的 那我们看它改成了啊 刚才不是说 它怎么测讯呢 是连接法 一连网上连接 然后去测嘛 对不对 所有问题都出在这个连接 又办 然后呢 又测不长 然后越测长越不好苦 对吧 那我怎么办呢 我吸收一下 夺取 夺取重价之长 怎么可以吧 你看人家做了好的公司 全 无一例外的 全是一边合成一边测去 对不对 那我反正远改一下嘛 这不是有那个 这不是有一个接合序列吗 引物结合上去之后 我在这里面弄个DNA合成链是吧 聚合链 往这边合成就完了嘛 后来该干嘛干嘛 就这一远改 但是这是个很根本的概念 也就是说 它从原来的CPAL 我们可以看见 原来的这个CG 它叫做CPAL 最后的L是ligation 现在这个华大 改了之后就叫CPAL 这个S代表Cinx 一字之差 看起来一个非常简单的感动 却是原理上的根本感情好 可以说现在的这个测序列 和原来的CG这个测序列 完全不同 于是改成了合成法测序之后 测序也快了 赌场也长了 准确率也提高了 什么都好 然后呢 这个华大 注意啊 现在 现在的这个做测序仪的这个公司 不是华大基因 一定注意 不是华大基因 是华大制造 虽然它是华大控股企 旗下的一家公司 但是并不是华大基因 是华大制造 BGI-SYC500和510 是他们推出了真正的 第一代的实用化的测序仪 然后这是我们 我们先使装备的BGI-SYC500 今年早些时候的话 网易日报过来 给我拍了个照片 然后呢 这个测序仪 每次是可以 可以读取1.3G reads 然后这个读长是 双端测序 每边是100个减习 这个已经是 还是蛮好用的了 然后呢 当然它有不同的测序模式 读的短一点就可以快一点 读的长一点也就慢一点 最长的运行时间是7天 就是双端100 然后呢 我们城企公司呢 在武汉的那个商业化平台上面 已经升级到了 最新的MGIC点 以前也是华拉制造的 推出的最新一代的这个测序仪 它每个RUN可以读到3G reads 最重要的是它快 两天就可以跑完双端100 然后我们就经常会把这个 其实国产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有很多问题的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精密工业基础还是比较薄弱 并且呢 在一些地方还是普遍存在的 差不多就行了吧 就这样的一种思想 所以呢 国产仪器用起来的时候 经常发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 比国外仪器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什么东西都自己搞的呀 什么东西我都可以了解到啊 对吧 实在不行的话 然后我反向工程反着你 这个东西不也是 最开始也是反向工程出来的 你能反向工程 我就不能反向工程了 于是不好用怎么办 我们直接把这个仪器拆了 拆了然后自己改 于是我们改到一个什么程度 比它原厂的效果还好 就这样子 所以这些什么东西都自己的 自主的 自主的这个好处 好 不管什么样的这个测试 反正就是说 怎么可能大家看到 刚才有这么多测试仪 并且你看到我们实验室 有装备了有这样的大型的测试仪 像我们的这个预测系统500 一次可以测试三个人的基因组 总而言之就是 我们还是具备了很强大的 一样测试能力的 那么随着这个测试技术的发展 测试的成本是快速的下降 那么从2001年的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 这都按人基因组算 测定一个人基因组 大概要1亿美元 逐渐的下降 到了07年08年的这个时候 出现一个快速的下降 那么这个白线是摩尔定律 电子业的一个定律 每过18个月 芯片的集成度提高一倍 价格下降一倍 我们可以看见 测试的成本快速的下降 这个标志是什么 就是Illumina的当年是 GA2X测试一 问世 出现的快速下降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 2011年左右的时候 09年的时候呢 是HiC2000问世 然后到了2014年15年的时候 又有一个突然的一个下降 这个时候是Illumina HiC X10 就是刚才一个套装 是它一起卖的 这个测试一 它问世 于是就把这个价格拉到了什么呢 1000美元左右的一个成本 但是呢 这几年来 测试的成本基本上没怎么变 大家发现都遇到更紧 HiC X10是2014年发布 2005年正式大规模销售了 Illumina S5也差不多是那个时代 一直到现在 这些测试的性能 基本上没有提升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 很廉价的程度了 所以 我们 可以在 可以有条件在这个课堂上面 以一个很低的价格 让大家来体验一下 铁一把 测定个人基因组 这种感觉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美国NAH发布的 这个1000美元 目前来讲 综合成本 应该说 纯市级成本已经降到1000美元以下 但是你要想 这个综合成本 比方说你机器的折旧 水电 人工等等 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测出这么多数据来 测出这么多数据来 它综合成本是不会低于1000美元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 这个课堂上面 这个 如果要大家 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的话 我们肯定是不赚钱的 肯定是亏钱的 这让大家来进行 有一个比较 比较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好 那么我们 讲了这么多测试引擎之后 我们实际来进行一下测试 刚才说了 大规模平均测试 出来之后就是一大堆的 rease对吧 一大堆的rease 这是 这个数据集 我是每次讲这个课 都对向大家讲课 这个对于我来讲 有特殊的意义 什么意义呢 这是我这辈子 做的第一次 大规模数据 当时我们拿到了是什么 29兆read 就是2900万个read 每个read都是36个减期 这个文件的大小 3.19 这个是我09年的时候做的 09年初的时候做的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的那个测试引 跑一次就是260几个减期 于是 我们怎么要去处理 这么多这么多的处理 如果不编程 这怎么可能 对吧 人工处理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想到不要想 所以 我们要去处理这么海量的数据 怎么去处理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问题 应该来讲的话呢 怎么去处理数据 很重要的 是看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有一个科学问题 明确的科学问题之后 我们要统筹的计划 怎么去进行测序 因为测序也有测序 不同的测序方法 得出来的数据之后 应该怎么样进行分析 前端和后端要统一起来进行考虑 这个才有好的消费力 对吧 就要跟大家玩自拍 你要有个好的相机 但你这个相机怎么调 是要根据你想拍下什么效果的决定的 然后你这个后期怎么批 怎么批点图 是要把你的这个腿拉长一点 还是把你的腰弄瘦也 这个也是根据你的表达 需求而定的 对吧 所以说前期跟后期 是要一个综合的考虑 还行的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你手上有这么一个 怪兽级的测序仪 你可以用它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接下来说白了 接下来几次课 我们都会来看这个 总的来讲 测序的应用分量大块 在没有参考基因组的时候 没有参考序列的时候 你需要进行重组拼接 如果有参考序列 那么你要做的是magic 也就是说一个比对 那么好了 既然讲测序 测序 二代测序 是怎么出来呢 就是因为人们想测自己的基因组 所以说我们来测测基因组好了 也是如果大家来参与到我们这个 这个基因组测序DIY活动的话 可以直接能感受到 那么我们对于一个人 或者是对于一个新的物种 我们很想把它基因组测出来 这是一个很 就是很实现的一个动力 华诈之所以在事业上这么有名 说白了就是因为一个事 他把大熊猫的基因组测了 所以你说大熊猫基因组测 它有什么用呢 你是准备说把大熊猫拼一种改良一下 让它肉控好吃吗 先生不是 是吧 唯一的一个原因 就是一个大熊猫 是中国的国宝 它蒙啊 能把这么一个萌萌哒的一个东西 金组测出来的当年 那也是很 大家很好 就是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 科学不就是玩吗 对不对 不玩的那是哪个科学呢 是吧 好 那么 怎么去测这个基因 怎么去测这个基因 测基因组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什么呢 我把这个基因组DNA随机打断 随机打断 然后去测 理想方案之下 我可以测到所有的这个序列 对吧 但是小片段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有一个几亿块的这种拼图 你要把它拼起来 大家玩会拼图吧 挺难的 这个事挺难的 事实上 这是高性能计算 拼接是高性能计算领域最大的一个挑战 应该说是 它的计算量是除了天文计算以外 最大的一种计算 基本的原理 其实很简单 假设我的测序的数据量够多 我每个地方我都可以测到 于是我就可以把这些reads 我就找这些拼图把它拼起来 对不对 这样一点点往后连 一点点往后连 个别的地方可能有点错 我还要考虑容错问题 当然了拼也没那么简单 我们下面马上讲到 那好了 把这个大虫猫的这个金主拼出来了之后 大家啥用呢 我们刚才说了 你没办法去把它的这个肉改的好吃点是吧 但是它可以解决一些我们很很这个很就是从小可能都会扁关心的问题 比方说为什么熊猫不吃肉 其实它不是不吃肉啊 那个温泉地震之后 这个熊猫都跑出来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 它什么都吃了以后 做得饿了 但是它平时只是温泉地震之后 但是它平时只是温泉地震之后 与熊猫类似的是狗和熊 类似的是狗和熊 准确来讲它不叫熊猫 叫猫熊对不对 大猫熊 就是它是一种熊啊 熊是吃肉的 狗是吃肉的 为什么这个熊猫就不吃肉呢 因为它的有一个T弯弯弯的基因 存在一个尼玛科变 尼玛科变 就导致这个蛋白质失去的作用 这个蛋白质干什么呢 是负责它的味觉的 因为这个基因失去功能 于是它觉得吃肉不好吃 就这么简单 但是蛮好玩的 像这种问题 科学就是玩嘛 是吧 好了 真要 当我们真要开始测一个 未知物种的一个基因组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你首先需要知道很多的信息 核心 大概的大小 然后里面有多少重复序列 这些你们生化上都学过 所以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还有 有没有一些很 已经知道的一些Landmark 就是已经知道它在哪 哪一号染子体上的一些基因标记 这些东西 其实是你在测一个基因组之前 必须要搞到的信息 不然后面会困难重重 因为理论是理论 实践是实践 理论很丰满 实践很无感 你真的说把一个基因组打碎了 然后丢到测序里面去测 测出来序列之后 你真的拼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原来有那么大的坑啊 有那么不容易啊 事实上很少 很少是说 你能测完去 就能够把这么多的小片段 一次全部拼完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有 那是什么 病毒的基因组还是可以的 几K 几十K 这个基本上 你随便测一下去 然后就可以把它拼得很好了 可是 一旦当我们要拼的序列 达到细菌基因组这么大的时候 你就很难完整的 去把它从来到来拼出来 那么我们通过寻找重阶段等等的 这样的方式 能够直接拼出来的 往往是Kontig 也就是说 只能拼出一段序列出来 只能拼出一段序列 所以说Kontig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什么叫Kontig 是连续的 连续的一段 能够拼出来的 是它的可信度是很高的 这么样的一段的 这个基因序列 然后 在我们有很多Kontig之后 然后还想一些办法 这个Kontig之间的位置 关系搞清楚 谁在前 谁在后 谁在谁前面多少 多远 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Kontig的顺序排好 于是 能够排好的这么样的一段区域 它可能中间有gap 比如说 有一段东西 因为某种原因测不到 或者没拼上 这么一个完整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范围 这样一块地方 就叫做一个scaffle 所以说Kontig和scaffle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这是在拼接里非常非常多的 好了 那么 在二代色域时代 我们怎么样去拼接一个大型的基因组 小的基因组 我们可能就不管它了 大的基因组 我们怎么去办 比方说一个人的基因组 我们把你的基因组测完了之后 然后从头拼接 假设你要干这个事 你要怎么干呢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 当年这个测Watson基因组的时候 是怎么干的 其实大家应该在这个 应该在什么遗传学 或者是分子中学 应该有学过了 这个测一个大型的基因组 怎么测 首先就是我们把这个大的基因组 这个螺然的体 然后把它切成大片段 做成BSC克隆和YAC克隆 就是教育人物长设计 或者是基因人物长设计 这样的话可以打到几兆而已 这样的程度 好 那么几兆的这样的一个片段 我还是没办法测 对不对 于是呢 我就把它打成很多很多小碎的序列 然后呢 每一个这个YAC克隆和BSC克隆 我就给它打碎 然后用二代测序的时候 啪 测一大根栗子出来 然后把它组装 组装起来 比如说把一个大的问题 化解成一些小小范范的问题 然后把每一个这个 这个BSC克隆 或者YAC克隆 测出来之后 这不就得到了很多 几兆几兆的序列了吗 对不对 然后 再把它进行 拼 继续把它进行拼接 做skyhold 然后最后 连成一整个 连成一整个连续 连成一整个连续 就这样的过程 搞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因为虽然来讲 你这个大规模测序 已经省了我们很多的事情了 但是呢 做YAC克隆和BSC克隆 当然做了没有 可能没做过 为什么不给你们学生时间做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不是因为贵 一点不贵 就是因为麻烦 不好做 所以 大家一想 既然我有这么牛逼的测语 我能不能直接用二代测语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以往来讲 真的是不太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但后期 后来有一个人改变了世界 这个人叫做李瑞强 他也是奠定华大地位的这么一个人 在08年的时候 他开发了一套方案出来 10年 10年的时候发表的 也就是正式用这套方案去测定了 这个 他不定是测定了 那个炎黄一号的这个基因组 还测定了大熊猫的这个区域 他怎么样做的呢 就是 我们刚才就是说 把这个DNA进行打断 对不对 然后去测 打断我也可以 有打断的不同打断方法 我可以打断成大一点的片段 我可以打成小一点的 这个我是可以控制的 好 那么他就 做很多的 做好几个不同的这种 打断的这个文库 有的很 有的很小 有的很大 当年的 这个Iluvina测序 还是很弱的 双端测序 每边只能测35个简体 当年只是这样的 中间都不知道 他测不了 所以他呢 做了好几个 最短的是135 然后440 然后呢 再长一点呢 他用make pair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建库 然后进行测序 然后呢 进行 进行拼接 剪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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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做skyfold 然后最后补空 好 这是他的拼接 拼接的过程中间的 一些 一些结果 你看 这是最短的 一批文库 给他拼起来 你看中间还会有一些 有些空 对不对 有空 他测不到 好 然后呢 这种长一点的地方 诶 就可以把这个空给填起来 看没有 但是这些skyfold前后的关系 我还是不知道 对吧 然后 于是我就用 用这些更长的reads 因为这一端是什么序列 知道了 这一端什么序列知道了 于是这一端的序列 我可以 发现在这个contig上面 这一端的序列 我发现再三个可能 于是 因为这两端的距离 我是大概知道的 所以我就能够把 我就定出来 这个contig和这个contig 之间的相对关系 我就定出来了 这就是skyfold了 然后呢 再用其他 再用其他可用的信息 把这个空给填 好 于是 这就是他的这个做法 所以 大家要记住了 做一个大型的 这个基因子拼接的时候 建一个文顾是不够的 你不要说 我土豪 我又很有钱 我测非常非常多的数据量 我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 不过 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 在如何去评价拼接效果呢 这个中间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叫做N50 N50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一次拼接 我可以拼接出很多 很多contig出来吗 对吧 因为我没有办法 一次拼接出很长很长的这个序列 我们都是拼出了contig 每个contig都会有它的长度 我们把这个 所有contig的这个长度 就是 由长的到短的 一次排列起来 然后呢 它有总长 总长50% 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contig有多长 这个地方 这个就可以 反映出我的这个 拼接长度 也就是说中位数的 这个contig长度 那 N50 越 越长 当然是越好 我们看到 contig 阶段 它测了52成 N50是 这个 1050 你可以看到 基础的 基础的拼接效果是非常的悲剧的 对吧 当然当年的测试技术也不好了 只有1,050 然后呢 135和440bp的两个文库 联合拼接之后 我们发现 N50达到了17k 增长了十几倍了 然后再加上2.6k的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来讲 它的这个覆盖度是很低的 但是它可以有效的进行 做这个scaffle 于是N50 就找到了103k 然后 越来越长的加进来 又有改善 所以说 多个文库的这种 这种拼接方法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法 那么好了 基础拼接 它做基础覆盖的 这个数据量 要有多大呢 这个研究者也进行了一个研究 就把这个52成的这个数据集 把它减少 模拟一个 稍微差一点的程序 发现 到了30倍以上的时候 拼接效果不再提高 因此 你测更多的数据量 没有用的 别说 你在基础覆盖阶段 你测再多的数据量 超过30倍 再多数据量比较多 你必须配合 更长的这些文库的结果 做scaffolding 才有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这也是基础测序 30层标准的浏览 就是这篇文章 也是这个研究 好 好 那么 今天呢 今天关键 暂时先讲到这里 下课 谢谢 谢谢